哈喽大家好,我是南瓜,欢迎收看末日列车100天 我们现在呢,在这世界中已经生存了19天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在这100天之内呀 乘坐这辆列车,寝食到幸存者的救助站 这边有个建筑,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而且这个建筑特别特别的高 我们进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贝 毕竟我们现在升级火车需要用到很多的布料 还有钢块什么的 这些东西我们该收集还是要收集一下 这一楼好像只有两个箱子呀 有没有向上的通道呢 这边有个幸存者 老练的幸存者必须要把它解决 因为他是会攻击我们的 这上边怎么上去啊 没有楼梯 那看来我们只能搭上去了呀 因为这个建筑有特别特别的高 我觉得上边应该是有宝箱的 OK,我们来到了二楼 这二楼好像只有几个僵尸呀 我去啊 这狭小的空间我和他们打确实有些吃力 看来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武器了 我们探索完这座大楼 我们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比较厉害的武器 先把刷怪龙给他拆掉 现在这僵尸会源源不断的刷新 我感觉现在的僵尸越来越厉害了 好了,全部解决 但是,哎哟,这二楼好像一个箱子都没有 那我们只能继续向上搭了 这也太让我失望了吧 兄弟们 这么高的一个建筑居然什么都没有 我们搭到楼顶 看一下有没有宝贝 哇,垫脚方块都用完了 我们再来分解一些木板 我们看一下这个楼顶还有多高 这上面有一个大的平台 我觉得上边绝对绝对是有宝箱的 要不然它这么大个建筑 出现在这里不合理呀 啊,兄弟们 我已经上到了楼顶 空空如也呀 一个箱子都没有 这不是玩我的吗 上面还有没有 我们再上去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些石英块 上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完了,兄弟们 我被骗了呀 完蛋了,兄弟们 这个建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上面一个箱子都没有 算了,算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走了走了 我们出发去下一个城市 我觉得越往后的城市 它的物资是越来越丰富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中 生存了第20天了 世界也变得更加的危险了 而且从今天之后呀 会有很多的boss 还有雪月来袭 这些僵尸的能力呢 也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我觉得咱们现在 可以研究一个比较厉害的武器了 哇,兄弟们 看到没有 危险的幸存者 现在这些幸存者 不仅有这个老链的幸存者 还有友好的幸存者 已经出来了危险的幸存者 不行,兄弟们 我们来做一把武器吧 看一下还有什么厉害的武器 我们现在有一把尖面 K17 虽然说这个枪的威力很强 但是它没有范围攻击 我想做一个范围式的钢火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围式的钢火筒 应该怎么做 需要范围器 还有武器强化材料 还有一个钢火筒 哎,兄弟们 这些材料咱们都有呀 先来做一个钢组件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这个 需要两根线 我们线也有 在我们的货箱里边 我们去找一下 现在来合成一个火筒 然后咱们就可以做这个钢火筒了吧 还需要钢锭呀 又忘带材料了 兄弟们 再找一下 哎哎,被投袭了 我去危险的幸存者 这装备太好了吧 掉了一把大刀 还有个头盔 我们先来把这些 垃圾收拾一下 背包里边太多垃圾了 OK 把这个头盔 还有大刀捡起来 这大刀的耐久 还有挺多 12点的攻击力 我们的棒锤有13点攻击力 我们就不换了吧 好了好了 回归正题 我们先做一个钢火筒 然后就可以做 范围式钢火筒了 兄弟们 OK 我们又有了一把 强大的武器 而且这个火筒的攻击呀 是范围攻击 对付大量的僵尸 有奇效 它这个弹药 应该就是那个 强化火药吧 我们去车厢里边找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压力火药 我们有32个 我们来上一下子弹 OK 子弹已经上好了 我们来找一下僵尸 试试一下 这个火筒的威力怎么样 兄弟们 我吸引了很多的僵尸 火箭筒 哇 兄弟们 这个火筒不错呀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范围的攻击 僵尸越多越好 不错不错 兄弟们又有了一个非常牛掰的武器 不过现在弹药并不是特别多 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浪费了吧 如果遇到大批大批的僵尸 我们再用这个火筒 好 好 感谢观看